凤凰卫视连续13年上榜 亚洲品牌500强同时荣登 2018年香港品牌100强第九位 中新网8月29日电 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企业家集团 共同编制和发布的2018年 亚洲品牌500强排行榜 于8月29日在香港召开的亚洲品牌大会上揭晓 凤凰卫视连续13年入榜 亚洲品牌500强 总排名较去年上升两位至第117位 并再次入选亚洲电视传媒品牌四强 同时大会还发布了2018年 香港品牌100强榜单 凤凰卫视荣登第九位 成为唯一入选前十的传媒机构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集团财务总监 杨家强出席了颁奖典礼并代表领奖 凤凰卫视主持人黄诚子担任大会司仪 凤凰卫视主持人黄诚子担任大会司仪 这是世界品牌实验室 第十三次对亚洲品牌的影响力进行的测评 品牌影响力是指品牌开拓市场 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 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价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 包括市场占有率 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 与本年度的亚洲品牌500强牌行榜中 共有53个传媒品牌入选 当中凤凰卫视与中央电视台 湖南广播电视台 及日本放送协会NHK 成为亚洲电视品牌四强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集团财务总监 杨家强出席了颁奖典礼并代表领奖 另外世界品牌实验室又对香港本土1200个知名品牌 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分析 最终甄选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 独家编制出了2018年 香港品牌100强榜单 凤凰卫视在入选的7个本土传媒机构中脱颖而出 成为唯一极深榜单闲实的传媒机构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集团财务总监杨家强接受采访 杨家强对问及如何进一步提升 凤凰卫视的品牌影响力实表示 凤凰卫视已传媒起家 但在过去几年 凤凰卫视一直在其他领域不断延伸 包括财经 教育 文化 地产等 凤凰的品牌影响力 已经不仅仅在传统媒体 集心媒体 排名不断上升 就是对凤凰卫视过去所做的品牌推广及经营的肯定 杨家强 并指凤凰一直非常关注和爱库品牌形象 未来将持续探索提升品牌影响力的不同途径 近期凤凰已经在展览方面走出了第一步 不久前刚举办了国际中医药文化节 这也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响应 在推广中医药文化的同时 也将凤凰卫视的影响力推广至全世界 此次亚洲品牌500强 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个品牌入选 其中中国包含港澳台入选的品牌 共计209个 占整个亚洲品牌500强的41.80% 位列榜首 中国大陆入榜品牌则有154个 日本有141个 责任三組脑 热订三組